我们来到了高境界解封第二阶段的中期,并对防疫措施进行了检讨。 目前,感染群已经受到控制,住院和重症的病患也维持在低水平。 重要的是,我们在这段期间提高了疫苗接种率,尤其在年长者方面。 因此,我们可以开始放宽一些防疫措施,尤其为那些已经完成疫苗接种的人士。 从8月10日起,以完成疫苗接种的公众可以参加五人一组的聚会。 他们也可以堂食,限制为五人一组。 12岁及以下的孩童,只要来自同一个家庭,也可以被包括在内。 至于在小贩中心和咖啡店,由于比较通风,无论是否已经完成接种疫苗, 公众都能在这些场所堂食,但人数顶限为两人。 在活动方面,如果参与者都完成了疫苗接种,那活动的规模也能扩大。 例如参与、宗教、仪式、现场表演等的全部人士都能完成疫苗接种, 那活动规模可以扩大到500人。 我们在防疫措施上做出区别,是为了保护那些没有接种疫苗的国人。 如果您还没有接种疫苗,请尽快去接种疫苗。 同时,请您尽量减少待在大型活动或餐馆等高风险、场所与其他人的接触。 这样就可以保护自己,也可以降低感染病毒的风险。 我们将决定了一系列的行动,将决定在某个月份。 这就是我们所谓的,正如今,我们所谓的准备期节目。 然后,当80%的我们的群人是完全接种疫苗接种, 我们将决定到决定期节目,将决定期节目标准备。 我们将决定期节目标准备期节目标准备。 每次我们做一动,我们会检查状态 确保那数量症状态是在控制 让我们健康医生不太拒绝 之前我们接下来的动作